这个网从这头一直到那头 全给吹倒了 这个风你就想象了能有多大吧 哦 这个个头好大呀 这算不算我救它 这个这么大个头 活着啊 这个河童好像没有水都能活是吧 这个能不能生气 我看看它吧 也是没脾气 给它放水里吧 这小样的 走吧 真走了 这样就顺着刘海里去了 哎 又窝进去了 这不想走啊 你看 这什么情况他 这小家伙他不想走啊 你不想走你也得走 你必须走 要不我看见他我都想抓他 走了 这样走了 翻滚了 像不像一个大海胆 这里面还真是一个贝壳 是一个海虹啊 我真以为是个海胆呢 好像是个草吧 里面长了个海虹 海虹上面长了个草 我这个也在活着 小花盖 天凉了 这些东西都不爱动态了啊 都老实了 也不怎么爱夹人了感觉 这个也在活着看 你看 都太小了 大的也不知道躲哪去了 今天还特别多这个飘上来的这个这些皮皮虾呢 这个还活着 这个还个头小呢 你看都冻成这样了 都 都弯不回去了 这家伙 这直接给冻上了 天太凉了 现在 刚才我在顺着这个潮水这边找了好多 你看 这也是 这个已经坏了 这样的都是 这个都已经 黏了 这个还活着 这个 这个我看它还活着 水凉了 皮皮虾也快没有了 又来一个好玩的 这里面还住着小螃蟹呢 看见了吗 这里面成了那个小螃蟹的家了 好多小螃蟹 哎呦这是啥蟹 看见了吗 住了这么多 全都成了这人家的别墅了 这个给它放着吧 我就不给它几岁了 这个特好玩的 这里面全住了一堆的小螃蟹 都是这样的小螃蟹 看见了吗 进去吧 天怪冷的 可能螃蟹阁里面 产的小螃蟹 它居然会握杀 这个反正 他们说有能吃的 但是我从来没吃过这东西 这个好玩不过 挺滑溜的 哎 这个我拿着吧 这个居然会握杀这东西 我发现什么东西都会握杀 我们叫他小孩子哦 具体杨气铭我也不知道 刚才海湾这地方看见一个 酒杯啊 啊 一个小酒杯啊 碎了 哎呀 我感觉放这个真合适啊 是吧 一套的 这个皮老板刚才舌头还在外面呢 哎 嗯 看见我就想逃啊 哎 只是看见我以后 他就直接就往里面进 嗯 看见了 好想逃啊 但你逃不掉 刚才他一个大舌头在外面 哎 哎 好 出来 看这里还有个大蛤蜊 哇 这个好胖啊 这边好多这种大白蛤蜊 我们不愿意吃白蛤蜊 这边特别多吧 这沙滩上好多以前 海瓜子 速度稍微慢一慢的话 我就抓不着他了 好了 拽着他屁股了 这个没断 漂亮 长不长这个 那他有多长 这就是完整的皮老板 看见他那个呼吸孔就特别的大 这里面住的这个皮老板也超大个头 哎呦 这个太肥了 哇 他干凉了 你看 哇 你看这呼吸孔这么大 他这里面住的 皮老板 都胖成这个样了 你得减肥呀 也长也够长 你看这多长 不得30 50公分 这里又来一个大的茉眼罗 啊 哈哈哈 看见这个肉 多大这一摊 哇塞 这是这个 哇这个粘液啊 这个是不是我抓过最大的一个茉眼罗了 哎 锁了 啊 啊 玩犊子 这么快就缩了是怎么了 看见我吓的 这个 这么大一个也没几啊 白瞎了 这个个头是真的大啊 看见吗 这个眼睛像一个小眼睛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潮水也开始涨上来了 我是大庆 喜欢那个赶海的朋友 记得给我点关注 帮忙点个赞 谢谢你们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